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次丢玉佩 起因不一样 时间不一样 地点不一样 参与的人也不一样 不过一样的是 老刘都遇到了墨桃 墨桃都服了老刘一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 US 咱们 觉得梦和我 学法的那个 搞得那么迷信 你跟算命的似的 东西找到了 大家就好好玩吧 万事大吉了 好吧 我这边还有事 你先走了啊 墨桃 不会真的是你干的吧 小新 小新你说什么呢 这这 这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好些遇到你了 请同学们一起喝个酒 有什么错吗 你刚才在厕所 他俩一块进了厕所 那人家在厕所干什么 我哪知道啊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小弟弟 火气别这么大 哥哥那边还有生意 等着聊的 你赔不起 生意什么的不重要 所以现在还是 没有人承认 是谁把这个玉佩 放在我包里的是吧 不过没关系 你就报警 调监控查指纹 很容易就能查得出来的 这好包出来性动的 没必要弄这样 这就是个误会 如果警察真的来了 那我们今天晚上 都没得睡的了 要我说呀 你们些小孩学法律 那就是矫情磨叽 那东西都找到了 大家肯定能喝多了 那很正常 同学出来玩多开心的事 为你弄得大家这么尴尬 是不是 行了行了行了 赶紧玩出来吧 别用这点小事 是 绝对不行 这件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 谁都不能离开这个房间 不然今天的这个误会 就会变成明天学校里 一直传播的故事 老板 尤其是您 不能离开这个房间 弟弟 我那屋还有生意要聊呢 别闹 老板 说了不能走 钱川把门关上 我这儿都不在家 我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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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在家 我认为你